跟着美女教练在室内滑雪场学习滑雪的技巧 她是旅行箱品牌业者陈志斌 她想要挑战的不只是在国外学场真正的滑雪体验 还要以务党籍的身份角逐台中市立委宝座 46岁的陈志斌不但是旅行箱品牌创办人 经商奖优良商人还在念博士 但最让选民好奇的是中选会公布立委参选人财产申报 他名下不但拥有16笔房地产 还有丰田汽车 意大利进口机车 3000万元的劳斯莱斯 1500万元的宾利法拉利 以及四辆300到550万元不等的保时捷 15辆汽机车总价8543万元 但陈志斌强调这些车并不是收藏品 而是他一路打拼多年每个不同时期的工作伙伴 陈志斌出身业务足迹他变国内外 左胸口刺着台湾 是希望能够记住故乡的美好 陈志斌是第二次参选立委 希望透过选举的曝光度将20多年国内外贸易的经验 化作政策提案者的角色争取选民认同 同样财力惊人的还有他 68岁的郭贝宏曾经是建设公司与电视台的董事长 拥有深率支持者54笔房地产存款6000多万元 事业投资高达11亿7000多万元 郭贝宏强调投入政治是为了把企业成功经营的方法带进来 让国家有更优质的政策 身价不菲的参选人 让对手望尘莫及也会选战增加话题 华视新闻林静风杨中以许富杰台中高雄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